伊斯兰国自称王国,一度横掠叙利亚和伊拉克两个国家近三分之一领土,如今溃败到两国边境,临近右巴拉底河岸边,一块巴掌大的藏身地。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17日说,虽有山坡遮掩,混迹平民当中,这一极端主义武装组织覆灭在即。 言惨喘,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民主军17日告诉媒体,伊斯兰国封锁当地一条通道,禁止平民离开。 从去年年底开始,大约4万名平民经由这条通道逃离战区。叙利亚民主军成员迪诺,驻守前线巴古兹镇。 距离伊斯兰国地处叙利亚东部戴尔族尔省,最后据点大约两公里。 他认定,他们伊斯兰国,正在苟延残喘,美联社记者当天走访巴古兹,看到当地民防毁坏殆尽,可见远处美军空中火力支援。 听到隆隆的火炮排雷声,伊斯兰国的最后据点,在追兵眼中,只是一个帐篷营地。 地下藏有密道和洞穴,他们利用平民人质拖延时间,混入平民当中的,可能有这一极端武装组织各色头目。 过去几周,叙利亚民主军和美军一道筛查逃出的平民,将妇女和儿童转移到附近营地,扣押怀疑有染伊斯兰国的人,逐一甄别。 存隐患,军事层面上,伊斯兰国已经溃败,收复这个极端武装占据的最后一块地盘。 全球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役终结。 叙利亚民主军成员哈提普奥斯曼说,我们要复仇。 几天内,等平民撤出,就会发起攻击。 他们四面受困,缺粮断水,只有投降。 据他说,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弹药即将耗尽。 不过,安全专家和美国国防部官员警告, 伊斯兰国在军事和地理层面负面,但依然构成威胁。 如果不做持续压制,这个组织在六个月内就能重新集结。 叙利亚民主军一路俘获大约900名外籍武装人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明,一旦取得军事胜利, 美国将完全撤军。 喊话欧洲国家各自认领武装人员, 把他们押回所属国家, 接受司法审理。 特朗普言外之意, 如果无人认领, 美国恐怕只能释放他们。 任凭这些外籍武装人员渗入欧洲, 叙利亚民主军先前向欧洲国家发出相同呼吁。 不过, 这个组织的发言人穆斯塔塔巴利, 拒绝回应特朗普的言论。 刘创仪, 叙利亚民主军2015年组建, 以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为主力, 接受美国军事援助, 协同助续美军打击伊斯兰国。 伊斯兰国从2016年开始节节败退。 2017年年中, 弃手自封首都的叙利亚城市拉卡, 留下一路疮疑。 民不聊生。 去年9月开始, 在美军侧应下, 叙利亚民主军清除右发拉底河东岸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将残余势力逼到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 其间伊斯兰国不时反扑, 派遣自杀式袭击者和女性发动袭击, 重新占领一些村镇。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估计, 这场拉锯战, 致使大约700名叙利亚民主军, 和至少1300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战斗中死亡。 超过400名平民丧生。 田野、新华社专特稿, 据美联社消息。 当地时间2月28日, 美国悬赏100万美元, 已获得有关理雇极端组织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玛的拉登之子, 哈姆扎的拉登的情报。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布通知称, 作为正义奖励计划的一部分, 将支付奖金, 用于帮助寻找哈姆扎的拉登的所在位置。 通知还称, 本拉登之子哈姆扎的拉登, 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领导人。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 多年来, 哈姆扎的下落, 一直为人们所猜测。 有报道称, 他身在巴基斯坦或阿富汗。 也有消息称, 他被软禁在伊朗。 德国的U型潜艇, 已退出历史舞台很久。 如今他又重现江湖。 美国电视新闻网CNN, 1月13日称, 人们在法国北部海岸的海水, 退却后发现一艘德国U型潜艇的残骸。 根据法新社的消息, 这艘型号UC-612D潜艇, 在距离北海加莱海岸的维桑海滩100多米处被发现。 这艘潜艇在1917年7月26日搁浅。 当地导游文森特·施密特·Vincent Schmitt, 表示, 在低潮的时候,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个残骸。 我们可以看到它被侵蚀的痕迹。 君迷网站All Boat, Net援引德国军事档案馆的资料称, UC-61在迷雾中被困沙滩之上。 船员自行将其摧毁, 以防止该潜艇落入盟军之手。 虽然该潜艇被归类为沿海布雷潜艇, 但它也确实有甲板炮和鱼雷。 在1916年7月到1917年7月的一年间, UC-61击沉或重创至少十艘各型船舰。 但在1917年7月26日这天, 塔利海岸确实是太近了。 施密特说, 当时我们在英国和法国, 都铺设了涨潮网, 用来捕捉潜水艇。 这些网离海滩很近。 All Boat, Net称, 在把潜艇摧毁后, 船上的26名船员都已投降。 而潜艇指挥官, 格奥尔格斯, 直到1920年才成为战俘。 近日, 法军与尼日尔军队, 在马里与尼日尔交界地区, 进行联合反恐行动。 这是法军新月形沙丘行动的一部分。 据美国防务邮报网站报道, 法军与尼日尔军队, 近日在马里与尼日尔交界的通歌通歌地区, 进行联合反恐行动。 击毙15名恐怖分子。 这是法军在非洲萨赫勒地区, 开展新月形沙丘行动的一部分。 目的是打击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 防止该地区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新庇护所。 新月形沙丘行动, 是法国建立的地区反恐机制。 折射出法国通过反恐行动, 赢得非洲乃至世界影响力的战略思维。 其未来发展值得关注。 背景。 萨赫勒成为恐怖主义沃土。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 北非权力格局发生变化。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 迅速填补权力真空, 并向周边地区蔓延。 落后的经济, 无力的政府, 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 和无人管控的边界, 使萨赫勒地区, 很快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滋生的沃土。 萨赫勒地区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一个宽320公里, 至480公里的区域。 横跨毛里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等国。 2012年, 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的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 在马里北部迅速崛起, 危及马里政权。 2013年1月11日, 法军发起手猫行动强势介入, 虽击溃了马里境内的恐怖组织, 但未能将其消灭。 许多恐怖分子流窜到扎德、 尼日尔等国, 刺激卷土重来。 恐怖组织这种跨地域、 跨国界流动的特征, 使地区内国家各自为战的反恐救模式逐渐失效。 在此背景下, 2014年7月, 时任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 法国打击非洲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的行动, 将进入新阶段。 8月1日, 法国正式开启新月形沙丘行动, 与马里、 尼日尔、 扎德、 布基纳法索、 毛里塔尼亚五国,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途径, 将反恐行动置于统一框架, 从一国反恐到联合五国反恐, 法国的决定令国际社会颇感意外, 因为法国当时刚完成从阿富汗撤军, 最漫长的海外反恐作战记忆犹新, 再次扩大对非反恐行动, 其中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显而易见。 那么, 法国做初开展新月形沙丘行动这一决定, 又是出于何种考量? 新月形沙丘这一海外反恐行动, 有助于打击法国境内的恐怖主义。 21世纪以来, 法国深受恐怖主义的洗脑。 2007-2013年, 欧盟成员国共发生2208起恐怖袭击事件。 其中, 法国占比近四成, 达866起。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 法国有相当一部分移民来自西北非国家。 其国内的恐怖组织, 与非洲的恐怖势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新月形沙丘行动, 可使法军整合资源, 提高行动效益。 该航动发起前, 法军已在萨赫勒地区多国开展反恐行动, 如玛里的走猫行动, 乍得的石鹊鹰行动等。 但这些行动彼此独立, 缺乏协调性。 而新月形沙丘行动, 能够使法军将上述反恐行动, 置于统一框架内。 以更加灵活, 有效的方式, 打击萨赫勒地区的恐怖主义。 更重要的是, 新月形沙丘行动, 能够为法国在中西非长期驻军证明, 强化法国对中西非安全事务主导权。